各位股友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每日争股的时间 今天分析的第一只股票是巴马七七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股票 这个股票的近期一直保持着比较微弱的上升 主要是现在指数呢在拉升啊指数股在拉升 那么对于这些股票前期涨幅比较大呢 近期我们看到涨的都比较少 主要的原因呢是下边的炒价没有增加啊 你可以看到它的上升呢 跟这个油资有关系啊 油资目前介入的比较明显 所以说呢我们只是看蜡烛图 你这样看的话就算你看到驱装啊 比如像这样你看它也是上升的对吧 但这个上升它到底能不能持续 以及能不能快速上升 我们还是要看六彩神龙有没有庄家跟进啊 有没有庄家支撑 这个股票呢是建筑板块里边受益的一个股票 但是从消息公布之后到目前为止 这个上升呢是比较弱的 那么跟另外一个相比 比如说1589相比 就弱了很多 1589呢就是说 它的这个就比较明显啊 上升有机构介入是吧 这种就是说我们在选股的时候 很多人在押注那么到底是Ecowest 还是Escandar Iwct最终的中标大马城 那么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 通常怎样处理呢 就是说两个都买 如果说你没有红利软件的话 就只能两个都买 但是如果你有了红利软件之后呢 我们根据庄家的选择来进行选择 我们可以看到 庄家选择了这个Iwct 不断增仓Iwct 但是8877呢 并没有庄家增仓 所以说呢 通过软件我们可以 更加精准的捕捉到 庄家介入的股票 那么这个股票虽然在上升 但是上升幅度比较小 一旦变成青色容易结束下跌 后边我们需要看 是否机构继续增加 如果没有增加的话 那么这个股票上涨不会持久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只 9261 那么9261呢 它也是建筑股 那很多人呢 在选的时候也是选错了 为什么选错了呢 因为你看它近期涨的也是不太好 它跟整个这个板块来讲是背离的 你可以看一下 这是整个建筑板块 那么资金呢在流入 是吧 庄家在增仓 最近近期的上涨的也非常凶猛 但是9261 它也是没有上升 不但没有上升呢还出现下跌 所以说呢建筑板块里边的龙头肯定就不是它 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 虽然我们买了这些股票 但是呢 它能不能起你不清楚 对吧 所以红柱软件的六彩时钟指标呢 对于我们选股非常有帮助 我们去选择那些炒家有介入 而且不断增仓的个股 在一个行业收益之后 庄家不可能买入所有的股票 所以说我们只能选择其中的龙头股 这个领头羊去进行操作 到底如何去确认哪一只股票是整个领头羊 我们可以通过六彩神龙指标来进行确认 比如说最近 在建筑股一边供限比较大的是Gamada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我们可以通过第一个通过股价 它近期涨的是非常猛的 第二个为什么涨这么猛呢 是因为 庄家有不断的增仓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炒股的时候呢 需要注意的很大的一个问题 往往我们选择那些便宜的 但是不会涨 你看它近期拉盘的主要是靠这个Gamada 是吧 刚才我们看到建筑板块 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对比 那么Gamada它也可以被称为是建筑行业里边的一个龙头 你可以看到在近期的四天拉盘当中 你看它的走势就基本上是非常类似的是吧 那么这一边呢基本上你看这一天是暴跌的时候 统一度暴跌 上边是建筑板块指数 下边是个股 那么之前走势不太相关 相关性比较小 从这一个开始相关程度比较大 所以说目前的这个建筑行业的领头羊是Gamada 所以说我们不要选错标的啊 你选错了股票最终的你没有什么收益 那么怎么样去选对股票是股市赚钱最重要的一个内容 所以说很多情况之下我们选的股票也许它会起 但是起的不是最好的就说明它第一不是这个行业龙头 第二呢没有炒家介入 所以说软件的会非常简单的告诉我们 庄家在介入什么行业 庄家在炒什么股票啊 这个就是我们就是非常简单的 当然这个软件的需要你去付费去买啊 当然买了之后 假设你买了刚才961没赚到钱 你买了Gamada赚到了钱 这就是软件的价值 好了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个PCCS PCCS呢 昨天上的比较多一点 但是它目前已经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 就是前期的平台的位置 那这个位置呢 我们需要注意啊 近期如果说没有突破的话 就要调整一下 那么这个平台 下里面一里面二呢 面临这个平台的突破 下面炒家比例呢有所回升啊 但是要持续不能只是一天 通过趋势角度来看 那么目前呢属于上升过程当中的回撤啊 回撤结束之后呢 这边有出现专家增加啊 所以这个呢信号是一个有效的买入信号 当然刚才我们刚开始说这个原始图呢 你要注意一下是吧 无论是这么看还是这么看都到了一个关键位 一边二之后呢 如果还能够在这个线之上 或者能突破这个线 那么那么行情上涨会持续 另外呢 突破的时候 庄家有没有继续增加也很重要啊 突破之后 庄家需要继续增加 或者说保持不减少啊 才是上涨持续的条件 再往下我们看一个的157 这个是Focus Focus这个股票呢 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啊 在高位进行震荡啊 目前是下跌回调 庄家基本上已经是少过25了 所以说目前呢就没有什么赚钱效应 但是最好注意的是 张张过后横摆之后容易怎么样 容易擦水啊 这是我给大家去做一个提醒 确实角度来看的目前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你看了吵架之后呢 看了这个六彩神龙之后呢 就会有一些恐惧 为什么呢 因为下面已经没有吵架了啊 吵架已经非常扫了 我们再看一下DRB DRB呢近期是起的不错的一个股票 但是经过调整之后 近期一波上涨呢 就是不是特别好啊 虽然也有吵架 但是吵架比例就没有明显增加啊 还是保持在这个50%附近 虽然这个趋势起来了 但是说上涨的这个动能不大 他接近到前期高点的位置啊 我们可以画一个图出来 那么这个位置呢 就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阻力位 如果说没有过到的话 就容易得跌下来 尤其是庄家没有上到50%以上的话 我们始终只能是按照反弹的思路去操作 短周期呢 就已经接近到前期这个小的高点 所以下个下个礼拜也要面临着这个高点的突破 如果说突破不到的话 就会跌下来啊 就会注意这个风险了 趋势王虽然显示现在目前没有什么危险 但是呢 当我们看完原始图之后呢 你就清楚 当他过到以后呢 这个趋势王才能持续 庄家增加之后呢 这个上涨才可能会突破 这是他的一个思维逻辑 再往下我们来看一个LBS5789 5789就比较惨了 你看他整体的是 薛势王是主线是青色的 刀烂烛是青色的 代表长期下降巨市啊 代表熊市 而且他这个熊市已经很久了啊 从2018年1月份一直到现在啊 整个过程呢 你可以看到大多数是油资跟反护 庄家比较少啊 到目前为止呢 庄家已经没有了 油资再有所增加 但是呢 这个没有炒家的话 也很难出现大的上涨行情 所以这个股呢 暂时其实没有什么专线效应 这样下看一个6181 纽约呢是一个房地产的股票 他在前面有保持过震荡啊 保持过上升 但是说他始终不能够强势上升的原因呢 是下面炒家比例不够 或者庄家控盘程度不够 虽然有上升 但是呢 上升的力度非常小啊 跟目前指数 快速上升的这种格局呢 是不太协调的 所以我们应该找到 目前盈领指数上涨的这些个股 以及呢 庄家大量介入的个股去进行操作 否则呢 我们的操作 也许可能你能赚到钱 但是呢 赚钱的幅度没那么大 这就是我跟大家说的 目前炒家比例呢 是少过25% 趋势免强势上升的 但是上升的是比较弱的 刚才我们谈到了 再往下我们来看一个7161 这股呢 进气账的是不错的啊 但是都属于油资在推动的 庄家是没有介入的 或者庄家比例是比较少的 我们可以画一个图出来啊 目前已经是摆脱了下降趋势 目前呢 有一点抖上降趋势的迹象 但是目前的标准来看呢 就属于一个宽幅 不振荡横摆的一个过程 那么目前呢 你可以把这个线画上 那未来呢 上升的时候呢 你可以沿上那个线啊 这个线的位置呢 就是属立位 当然这个前击高点 这样画也可以啊 这个位置 也是首先要过的位置 首先要过的位置呢 是以快三毛六 其次呢 就是我们刚才画一条线 这条线是要过的 这也是过去的 趋势依然蛮好啊 趋势依然很好 但是可惜的是下边没有炒家 但是近两天的话 你可以发现炒家有出现 但是呢 是非常微小的出现 后期呢 就是下周你要注意 如果庄家有明显增加 那么这个商量趋势就可以持续 否则的变成青色 就是你要卖出的位置 再往下看一个7252 7252呢 好像是在做头啊 因为前面已经葬了一大波 葬了一大波之后呢 就目前呢 有一点做头的迹象 它是目前是这样的一个喇叭口的形态 然后在前击地点附近呢 这个目前呢 出现了一点支撑 当然这个位置呢 也是比较微弱的 拜五呢 出现上升 但是呢 这个上升能不能改变整个下降趋势呢 不好说 主要是下边没有炒家 而且呢 在拜五上升的时候呢 油资好像增加的非常少 我们看一下趋势怎么判断 趋势依然是往下的 当然说目前还没有创出新低 创出新低之后呢 意味着新的下降的开始 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风险 当然在原始图来看的话 这边有一个缺口 缺口对于股价的阻力是比较强的 所以下周呢要注意这个位置 我们再来看一个7204 7204呢也是比较弱的啊 属于熊股 基本上长期趋势往下的 可以看得很清楚 下面巧夹呢 基本上是没有的 散户呢 目前的超过了80%以上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这个强的一个熊股啊 非常弱的一个股票 近期呢看到当时蜡烛有所变短啊 但是变红的估计如果没有吵架的话也是跟之前这样子的反弹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所以这个股票风险还是蛮大的 6599 那么这个股票呢 近期是起的比较多的 它代表了消费啊 因为这个过节的原因呢 消费行业的话有所刺激 总体的趋势来看呢 它依然属于下降趋势 然后近期呢有出现过 一波上涨 那么这一波上涨呢去2018年2月份到 5月份 像这样的消费的话基本上每年都会上一波啊这是肯定的 从2018年5月份之后呢一直到今年的5月份啊就是大概一年的时间没有出现现样的上升 那么近期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5月23号啊基本快 差不多是这个 开摘节的这个附近吧是吧出现了一波上涨 在这个上涨刚开始呢是油资在推动的 后面这两天呢也发现机构单量介入 本周五呢出现了调整 在调整的时候呢没有跌破阳筑一半 所以下礼拜一呢 必须收一个阳线而且创新高啊这个行情才能可以持续 下面炒价呢需要跟上啊所以说才能够持续 否则的话容易在包涨之后呢调整 确实角度来看是蛮不错的啊是已经 走在上涨趋势当中 那么这边呢之前有过 有过这样的走势 但是这次走的是比较强势的 前边呢可以看到几次呢庄家都没有超过50 啊那么这一次你看到 在拜四呢超过了75 所以说这次是不一样的 但是说 庄家是否能够继续保持在50%以上 将决定了他后期的走势 那么后期持续上涨的 条件是庄家继续保持在50%以上最少是50% 大家看一个5062 那个花样的就是在拜三的去拜四已经出现了青色倒数蜡烛啊卖出点已经出现了 那么从 6月18号 这个庄家上午50以后啊没有保持住 第二天就跌下来了 所以庄家呢就是洗盘的比较比较厉害知道吗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他的上升了就告一段落 啊基本也到了这个平台的位置 如果说不能够突破的话 就容易 继续调整下来 这边呢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大双底 但是目前已经到达金线位的位置 如果说没有突破金线位呢容易跌下来 这个容易结束一下 结束整个上升 趋势角度来看呢刚才已经解 解释的很清楚了是吧就已经是出现调整了 但是好在没有散户啊所以说这边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是洗盘 所以这个调整目前的幅度呢可能不会很大 然后等到后边再变成红色 然后这边的线是这样走的 然后这个是蜡烛啊在这个主线之上变红 然后庄家呢增加 这样的话又是一个 新的买点 如果不出现这种情况呢 就很难再 出现上升或者出现新的买点 再看一个Hibiscus 然后再看一个Hibiscus 然后再看一个Hibiscus